我在台北地方法院门口呢 来案灵申告 这个在礼拜五 我不起诉的 这个伪造有价证券的 这个案子 曹米芳小姐 还有蔡志龙先生 现在改名叫曹小军 一个改名叫蔡耀诚 这两个人 108年 在静周刊 说我假卖屋真榨财 这些人 实在是太坏 每一样 每一件我都告 这位蔡志龙 蔡耀诚先生 他告我诈欺背信 伪造文族侵占 判刑定验 诬告五个月 更可恶的 这位曹小军曹米芳 108年7月26号 叫说黑衣人 绑架陈永信未遂 判刑五个月定验 你说这些人坏不坏 我在演艺圈42年 我做最错的一件事情 就是 对不起唐重生 我做最错的一件事情 就是标骂唐重生 我徐乃琳从来没有狗屁 捣招的事情 你们回我明节 我借你们钱不要了 还在告我们 伪造有价证券 天理何在 你们去了解一下 台湾的加重毁谤罪 有没有判超过十个月的 我呼吁 韩国瑜院长 立法院 能够把这个加重毁谤 一定要提高他的罪行 就像诈欺一样